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就在那个蒙特利尔就登陆了 当时呢就是我先生 还有那个两三两岁半三岁的女儿吧 就一起拿着一点现金 拿着一个小皮箱 然后我们穿着一套 带着一套 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的 就住了家行就过来了 然后到了第一天 住在我们朋友家住了一个星期 当时觉得说 哎呀挺麻烦朋友的哦 然后就是完后我们就住了酒店 当时呢住了酒店以后呢 我们就住了一个月 当时我们又想一想 哎呀我们去旅行吧 然后就去了多伦多啊 去看一下大布布 然后又去了那个 乌太华看看 然后呢就过了一会儿 哎还行吧那样子 当时我们就去了那个 就想一想半天 跟我先商量一下说 哎干脆我们就去那个租下房子 租些一年的房子吧那样子 当时我们就找了几家 当时挺幸运的 然后就有一个法裔的那个 一个老太太 觉得说哎挺强 我们要小孩的 然后就说哎答应的都说 收了我们就让我们租了一年 那样子合同 当时呢然后好 一租了以后呢 我们就放下行李了 然后呢就去买了两个床 然后就把我们女儿 就说放到幼儿园 当时的那个蒙特利尔呢 那个那个daycare特别特别难找 又都是冬天 然后我们就说每间每间去问 原来嘛他们就说要排期 当时呢然后可能熬熬熬到那个 八九月份的时候他说 哎有个通知就说哎可以 可是呢得高价 每天就是那种27块钱 当时可能就是他们价格 大概应该是啊 八块啊九块十块那样子吧 反正我记得 然后我们就27块 然后我们就说哎既然我们先进去了 当时我们思想那样子挺灵活的 说哎那我们就先进去啊 看一看 然后我们就熬了三个月的高价 然后终于他就说啊 转成像那种说平常的那种 像那个蒙特利尔嘛 他的费用还是说觉得 还福利也挺好的 然后过了两三个月 然后突然就是感觉啊 啊都如意以偿 反正说去去那个 验了一下啊 有了一个宝宝那样子 然后我们挺高兴的那样子 啊后来熬了熬了半年呢 八九个月啊终于可以干嘛了 就是去医院了去体检啊 干嘛体检什么的 当时我就去问了那个护士 我说啊那我第一次嘛 在加拿大 然后说那我要带什么东西呢 那样子 后来他说啊你惊奇的看了我一下 啊说没有啊不用带什么东西 然后我也惊奇的呆了一下啊 我又问了 重新又问了一句 我要带 我是不是要带什么东西 比如说钱啊什么的 还有宝宝的什么衣服啊 吃的什么东西啊 因为我们在广州嘛 所有东西都是要给钱的 然后他就说不用真的不用那样子 后来我们终于迎来了宝宝的出生了 后来呢 然后就是他们给我们个大房子 然后呢像酒店一样 像五星期的酒店一样很温馨的 有点像家里的感觉 然后嘛医生啊跟护士啊都很耐心的 就帮助我们 然后宝宝就是出生的时候还可以七磅多 出生了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小女孩 当时我们都高兴得要死高兴极了那样子 很漂亮小女孩的样子 然后我们就查这点 然后就跟他找啊找啊找啊 当时在看法语的报纸 然后就看一下 哎今年呢比如说哪个那个法语的名字 里面是最好的最好听的女孩的 找了半天 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名单名叫比安卡 这样子的 然后就是说那个 然后就是然后就看到医生 然后来了看我们什么的 然后每天的那个他的早餐啊 午餐啊晚餐 都非常的好很丰富 有什么牛奶啊什么 他们配置好营养餐都是这样子 然后小孩嘛每天的牛奶 就是说都供应的很足 然后就是我们女儿也蛮蛮蛮大喝的 然后一瓶啊能喝一瓶半 然后医生还说哎呦他那么小 别搞他呛着了那样子 然后得控制他的死量 然后就是啊 他的尿片啊衣服啊什么都被置都被置好了 啊当我呢做到那个三天四天的时候 然后呢医生就说啊他说你应该明天的时候可以出院了 当时呢我跟我先生说那你要去买单了啊 要去就是看看那个账单多少钱 好当时呢我们先生呢就跟着那个医生就出去了 好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给我看就跟我看张单子 我说啊看看多少钱我自己看一下 哦原来是说是零 然后我觉得很震撼一下 就说啊这几天我在这里 医生和护士都很细心啊 都对我很好啊 都很细心的照顾那样子的 然后呢我们就是那个营养又很丰富啊 吃东西又很丰富啊 怎么会是零呢那样子 所以突然感觉一种很温暖很很感动的那种感觉 这样子 我们一共住了大概三到四天 然后走的时候呢 然后再换上自己的衣服 然后我就记得妈妈呀跟宝宝呀 手上都有一个那个小塑料环 然后走的那天呢 然后就是要剪掉了 然后才可以出来的 这样挺安全的反正 然后呢我们走的时候 后来那医生就说哎不对哦 不能这么抱着走 原来呢他加拿大呢有个规定就是说 要买那个婴儿的小男比较安全嘛 能保护好婴儿的 然后我先生说哦原来这样子 急急忙忙的又跑去那个卧马吧 又去买了一个那些小男 然后把我们的女儿嘛就是那种健健康康的 然后都带出了医院 出院了以后呢我们就去那个 就是去那个 daycare的时候呢 就是说然后我们就排队嘛 waiting list嘛 就是那种是蒙特利尔政府的 就因为他是这样子有优先权 因为他姐姐在那个幼儿园里面就是已经是 上了那个大班呢或者中班这样子呢 原来说他们的弟弟妹妹是有优先权的 然后就说当时我就问他一下 我说那最早的时候是什么可以进去呢那样子 然后呢校长就说三个月以上 他就可以进那个baby class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小班小班 然后呢当时呢我们说好吧那我们就排吧 那等了他那个我们家那个比安卡六个月大的时候 然后终于在我们排上了 然后我们就是说每天就按照蒙特利尔的那个 相当于那个每天是大概应该是七块钱 对我记得我记得是七块钱 可是你想想看就是说一个小孩如果是当时来说 应该是我听他们说应该是四五十块钱 可是政府就是说你每天就是给我们 我们给七块钱其他的都是那个正就是他们政府 补贴就是给那种daycare的那种小孩的补助 所以我觉得说蒙特利尔的福利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种感觉 那儿子呢是个意外意外计划外有的 因为有一天我女儿三岁到第四个月的时候 然后呢然后我就说哎呀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说去 医院检查一下就是那个他叫体检过来三个月以后 然后我说那我是不是要那个就是去检查一下 身体的各方面情况 然后就是做一个他看看总体的什么 身体的状况情况 然后去做了去全身体检 然后去去做全身体检的时候呢 然后那个医生就跟我说 啊沈英英恭喜你哦 我说啊怎么回事呢 又恭喜我什么呢那样子 然后我就说啊你又有那个宝宝 又怀孕了那样子 当时对我来说点晴天霹雳吧 因为刚刚的才那个小女儿 她刚刚的才第四个月嘛 第四个月然后突然跟我说 又有又有那个宝宝 然后当时呢我就说啊好辛苦好辛苦哦 然后我就想没打算要 然后呢然后我们那个妇产科医生 然后就见到我了以后 他说人的生命嘛 他竟然是是上帝赐予的啊 那第一第二个的时候 你都没有感觉说是不要什么的 当时我就觉得说哎对啊 他讲的很好那样子 第三个为什么你要选择 就是不让他干嘛呢那样子 后来我就听了一下 听感触挺深的 然后就说那我就说 那就再辛苦一下吧 刚才是我先生啊 然后他鼓励我说 他说无所谓嘛 他说我们都可以要 既然这你的制度 福利都这么好的情况下 然后我说那我们就好吧 那我们再坚持的辛苦一下 再把第三个生出来吧 那都很感恩上天吧 反正是也是我们家那个老三 然后他可能很幸运的 又降约我们家 然后是个儿子 这对于我们家来说 是感觉说有儿儿女吧 就有儿子有女儿 总的说对我们中国的家庭来说 是个好字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还是感觉到说 来到加拿大以后 很幸福很幸福的感觉 这样子